这个分数会比较低一点 他稳不住呀 确实没办法 而且一个是出不去 一个是稳不住 这两个最致命的在混战当中 小玉昨天选到了北海王图 没错 这张图也不是他擅长赛的 所以说他现在的地图库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现在就是感觉什么都能跑 因为他会呀 对 都会跑 而且平时可能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碰到机甲的时候也会跑 那但是现在呢 他就是一个问题就在于 他真的不知道他自己拿一张图 哪些图呢 真正问到底 对 这就是问题所在 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擅长的赛道 对 就是远离赛场之后 重新回来 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 本来在弹仔身上 你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弹仔的 身上具备的一些东西啊 还是比较神奇的 是的 因为其实无论是弹仔 还是小玉都是离开赛场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到赛场 反而弹仔可能离开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但感觉目前在比赛场上的一个竞技状态 保持得更好的是赛载 是的 看一下 王图选择 诶 凤仔选到旅游天 没错 这个刚才也是显示在悟空的一个不擅长赛道上面 是 跟昨天是换了一张 悟空换到了顾远归罪 这张老王图了 嗯 机场跟顾远都是他老王图 对 狮子呢 昨天雪山 今天海冰 两张亚洲杯的图 对 再来看一下小玉 海选北海吗 我感觉他会变 零号 哎呦 都换了 变的这时候我没想到啊 嗯 而且确实能够感觉得到 大家针对不同对手的时候 所选择的王图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会略显针对一些 嗯 可能在过往几件亚洲杯当中 我们会见到很多选手 可能从第一天到第四天 选择的王图都是完全一致的 嗯 这就是 对于自己实力有比较清楚的认知的选手 就可能会这样 现在大家的地图池都比较深 所以拥有的这种擅长赛道也会更多一些 对 就两种情况吧 你看风仔跟悟空他们俩换的赛道 就是其实都自己擅长了 对 那小玉换的这个赛道是他在找 找自己擅长 区别就在这 就目前可能自己还比较擅长的一张赛道 感觉吧 就感觉是这张 来选车试一下 手突 熔练车间 熔练车间在本届亚洲杯的登场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那当然手突嘛 嗯 第一天保护 一个是手突 主要还是因为上周冒泡在抽了四次 是 看这个起步 小鱼跟狮子两根弹起来的 弹过来路线还得再找一下 看这个内道都去挤的话 有点危险啊 过来以后的路线 都不调过来 看前面断空点落地之后 要稍微受到点干扰 这个落地之后的路线是真好啊 ECU放完 看下一个劲道 快出延续 再行JX甩尾 稍微没弹出来的小玉 但还好是节奏能保持 现在阿达的双领跑 主要还是受到点前车的干扰 现在感觉是阿达6的这个双领跑 位置比较稳固啊 然后后面封载 落得比较靠后的情况下 前面还是自己的队友小玉 我比较好奇啊 但悟空如果是追上去的话 要把散查车呢 可能会有惯性 肌肉记忆的小踩一下 但是还是得知道 这些个人在 但现在距离这么近的情况下 有可能在前面 两人对抗之后 也给到了后车的一个机会 WCWW 两人都很稳 五度线完全一致 这个距离是非常安全的 两根不可能有卡位 对 目前来说 只要狮子不失误 但是他给了失误 小食物问题不大 也还是能拿到这个十一分 只要带风飘没有任何失误的情况下 路线主要主要可以出现 狮子 哎呀 这两天车间只跑出过一个要求 对吧 用这个苍瑞 淡载的 这样图想要跑要求 确实没那么容易啊 混战 混战主要还是前面两个弯道 对 你出来就是一件大难题 前面两个弯道 或多或少 在你的甩尾的时候 都还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对抗 而且大家跟得都很紧 这局要是小玉能突然爆发一下 两个小组第一 九十一分 一 然后狮子第二 封在第三 呃 悟空第四 那封在悟空 冥冥小玉可能就得加赛了 难啊 这个是加赛人数 人数最多的可能性 但目前的情况来说 第一张图看不出来四名选手的状态 看不太出来 就像在打 乍一看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没有太多的对抗 就前面两个弯过后之后 基本上位置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对 但是还是会卡在一起 只是卡在一起之后 大家的对抗 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影响 可能会稍微规避一下的 因为其实混战 你在前面对抗越多 也就是给后面拉近距离的机会 那你说是规避还是要对抗 呃 因为往前针的话 看后车 我就看后车 如果后车稍微远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针一下这个第一 这原来就是解说视角 大体上就是这么看 但我觉得选手在跑的时候 不会太注意到位置了 这肯定就只看第一 是的 快出 风在杀出来了吗 这一把阿斯基双领跑 应该是出来了 又被挤开了 但两个人纠缠在一起之后 狮子也掉了下去 罗湘强 第一个ECU点 view出来四名选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记录33.33 过来以后看一下这个弹射 WCW的 眼飘一下 目前从距离上来看 大家都没有对抗的机会 都差了0.4左右 是的 快出路线都很好 点数点上 看前面的这个甩尾点 甩过来 拐过来 路线也比较好 但还是0.5秒的差距 风仔这个点其实很稳的 但是悟空自己的速度没控住 点票太轻了 对 这一局明明威啊 小鱼这个ECU 没有连带到后面还行 后面三个人都得跳秒 但由于刚才那波失误 其实还是对后车 有一些影响的 目前0.2秒 0.3秒 风仔在后面的失误率 其实是很小的 他很少会给他这种大难点 没有太多的难点 看这个侧身 拉过来以后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呃 记录吗 对啊 第一 第一难道还有问题吗 第一也没问题 最后一个快出 明明是真薇啊 我们得恭喜风仔 恭喜风仔 哇双丰修 那对于这张图打完之后 后续还打得比较凶的情况下 分数还进一步的拉开了 你看包括小玉也是出现了跳秒的 都跳秒了 嗯 风仔表示 记录 分数 我全都要 对 而且这个12分拿到手之后 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分数更加稳固一些 呃 他今天的任务其实是拿到93分 风仔吗 以上 以上的话他就不用打加赛 嗯 但如果是还要在加赛 加赛的情况下 还得看其他选手的分数 嗯 来了 新记录 来自于阿斯基风仔 在自己选择王图的情况下 拿到了王图12分的同时 还打破了明明的记录 嗯 保持了应该是在选拔赛期间 跑的 啊 是昨天跑的 昨天 1分33秒33 保持了一天的记录 哎 全都是我的 嗯 他跟蛋仔两个人的这个 动态图其实都非常有意思 嗯 看载是都坐下看我表演 那风仔这个呢 嗯 都是我的 他是往上抬的 对啊 哦 为我欢呼 嗯 一个是往下 一个是往上 起步风仔的最右边 而且测试没有太多干扰的情况下 确实能够出来 嗯 而且起步的时候 当时小玉是一个第二名 那 只是 这一个点 被RW两人卡开以后 但RW又出现了内战 嗯 先是小玉的自己的锁台嘛 对 锁完之后RW两个人稍微小卡 小卡两波 顾缘 顾缘 顾缘悟空的王图 顾缘 顾缘悟空的王图 顾图的登场率其实也不高 基本上 R4G应该算是比较熟的 因为 之前东方在队的时候 他们自己选择王图打过一次 但当时那一局 除了东方 大家的表现都不好 包括 东方的队友 东方爱跑 仅限于东方 对 就感觉当时风仔跑出来的表现 就感觉 东方选这个王图没告诉你 那你看这一局 悟空的王图啊 起步下出非常顺利 没错 而且现在又是阿达 所以说很好 这两人路线一样一样 哎 在这磕了一下 给到机会 下一个弯道 狮子这边 要不要寻求一个机会 去反超 已经成功了 在直线上面 但小玉已经拉近了距离 这一段应该暂时不会有对抗 但不好说 小玉这边有机会啊 看路线上面 会不会磕一下 连带一波 但悟空的路线 会更好一点 小玉有点危险 卡着这个最佳路线 而且 盘射先顶在弹 对 这个那一道没有守住 是的 悟空来到第三 想要争夺自己的王兔加分 其实有点难过两个人 有点难过 但是狮子拖飘了 就会直接给到的机会 两名群都已经拉近距离 但悟空 自己说的失误更大 现在是一秒开外 那王兔加分 基本是没了 要开小玉跟狮子 争夺这个第一名 十一分 小玉有点小拖 对 这边的路线没有拐得很好 看一下后半段的这个路线选择 狮子这边转向过来 可以控住 而且断空飘 路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们得恭喜狮子 恭喜狮子 18秒20 悟空最后还出现的跳秒 他应该是在第二圈下了那个 进阶的跳板以后的那个甩尾点 就已经失误了 嗯 而且应该不止一个 嗯 在那个位置就已经跳到了一秒 就感觉小玉上来做的这几手对抗 就包括第二圈刚开始那个先顶后弹 嗯 给他造成的节奏上影响还是挺大的 把悟空给弹突飘了 对 但这几局其实四名选手的分数一直咬得很紧 嗯 这四个人跑 除了小玉 嗯 因为小玉刚回来嘛 对 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不太稳定 但对于其他三名选手而言 我觉得跟车跟时分对他们来说应该是 基本操作 跟车今天从四名选手状态来说都不沉沦 对 小玉今天也跟上脚步了 对 小玉感觉整体的这个竞技状态完全拉了回来 嗯 又有所提神 对 但悟空这手王图 首先自己给了失误 然后在失误之后呢 又没有扛住小玉的几波进攻 固有卡位 32 31 是 29 28 还是很接近 呃 悟空的这个分数 可以跳了两局嘛 对跳了两局 所以导致他现在的分数不太理想 那也就一分 能接受 下一张图应该是狮子的王图 对 前面是先小磕一下 然后这个WCDW的点又拖了一下 嗯 好这里 出木板桥就已经磕了 所以这里应该还有失误 拖 还拖上了枪 还好是速度保证了 不然的话 给掉更多分 对他好 但是WCDW放出来了 没有磕掉小坑 海冰界 狮子的王图 这样子起步可不好起啊 第一个王你是弹呢 还是快出呢 看位置 有的选手喜欢去绕一个外道 你看 你看感觉风仔这边是不是绕了外道要弹 嗯 但弹过来 哎呦啊在这边 小鱼掉下去了 部位玩又下去了 好伤啊 这里气还几分吧 哎风仔有没有弹出来 那这样子弹起步可不好起啊 现在一来一波对抗之后 RW来了双拟跑 双拟跑 双拟跑 大鼓这是狮子的王图 狮子在领跑 那小鱼这个点真的非常的伤 嗯 两秒了啊 枪空落地 看前面的飘飞点 狮子前面两个人枪空飘 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这边延续 到边上 狮子今天杀出的稳定性很高啊 对 但现在对于R4的两名选手来说 都已经来到了一秒开外 风仔是在跳秒边缘 拉近了距离0.9 但小鱼 还是两秒 对 有点难追 主要前面两名选手有点稳 而且小鱼还在后面不断地拖 只能风仔先跟住了 把自己的分数稳一下 但是前面狮子出完有点慢了 给到悟空机会 但这个位置 是 落地以后 两个人的距离要控制一下 有机会对抗一下 这个长延续最后一个弯道 我感觉可以去抢一下 这个距离瞬间拉开的话 应该 0.1秒 有机会 从飞到以后实现了 没有时间反抗 但是差一点点 0.01秒 还是得恭喜狮子 这个王图分数拿的 直接反超了 反超公仔 但卡得不够凶 嗯 悟空应该也没想着卡 就是 他就按他自己的节奏那么去跑 0.1秒 我觉得就是肯定会去稍微卡一下 因为正常的路线去走完之后 他的路线肯定会比狮子更好 对 所以说会卡到狮子 惯性可以去稍微进行一波卡位 就看着不像是那种故意要去卡的 是 因为故意卡的话 那狮子应该会被再甩出去一点 今天这个位置做的很有意思啊 嗯 分开做的 那可不吗 嗯 按挡位嘛 不然待会给你们队内交流起来怎么办 没事 他们俩 那个狮子跟风仔已经交流起来了 他俩都是拿到王图分数的 是可以交流交流 那很危险啊 但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个人散 因为对于悟空来说 你王图会怎么样 我还是要去卡一下的 就是我正常爱好的路线去走 对吧 要是比你好那就没办法 那11分我想拿当然是要拿的 还有交王图 悟空小鱼平分 嗯 只剩最后一张王图了 终于小鱼就复回到下面去了 三个人没有在第一个弯道卡在一起 但是在上坡路段的这个弯道 出现了卡位之后小鱼掉了下去 看这个视角 这里 他这个其实就是正常路线 对啊悟空的路线就是比狮子好的 他就是一个惯性正好出弯了 没有对狮子有太多的一个干扰 就没想去干扰他 但给到一点点 对问题不到 顺便干扰一下 对 只能说不会是刻意 因为刻意的话 怪我细节太好了 对 因为其实悟空在那个点的出弯 出弯速度拉满了 嗯 来了 最后招王图 但小鱼的起步不是很理想 起步不顺哪 一弹 二甩过来没问题 看完一块弹气 这个劲道先过 先跟着吧 啊 啊 啊 大鱼又来到双一号 短空落地的路线ECU 可以释放过来 所以说阿大鱼的二位强呢 对 这两个人 这一定会有一个人出来 起步也很快 嗯 把把出来你受得了 但现在前面三个人这个距离 风仔一抄二 但是后面这一段路 长知道过去怎么办 有卡位 悟空 悟空先卡风仔 卡掉之后 狮子也反超过来 但这个断攻点狮子不太有断了 速度不够 那小鱼 没有影响的情况下 成功断了过来 但小鱼没有踩到精神加速带 现在狮子跟风仔有可能有卡位 反射长路线 影响有点大 下一个弯道 直接内道去卡一下风仔 但现在不是卡位的好机会 看前面断空点落下来 也没有打滑 没任何问题 悟空的领跑优势是非常舒服的 但二三名狮子这边有点歪 蹭了墙以后 自己的路线还得再调整一波 小鱼的这个距离突然被拉远了 就是在第一圈那个星弹跳点的位置上 长直到速度 没那么多 他应该第二圈还有给到大失误 第一圈打完就两秒了 现在还给了失误 是吗 这个断空点还好一波灵性的调整 可以顺利冲胜 八分 那今天打完小玉大致清楚了 零号也不是我现在擅长的 零号是以前打得很多的 以前打得多 嗯 而且你看方的一个狮子 就是那个狮子 这组的第一 不到最后一张图 我估计都难以分中胜 很难 现在比分压力给到了前面三名选手 他们三个人想要成第一都是机会很大的 各有机会 小玉这已经因为掉了一些分 他跟悟空的狮子 呃悟空的分数 悟空的狮子也没错 对跟悟空的狮子的分数也拉开了 跟大家的分数都拉开了一些 对 就原本大家都能跟车的情况下 四个人都有机会 嗯 看一下吧 因为前面其实悟空出现了两局的跳秒 所以他的分数不是特别乐观 他本来这一局结束前他跟小玉同分 哦 现在就比小玉领结三分了 是的 那将一来就是小玉是稍微退出了一点 但还好 还有机会 当然 这王图阶段刚结束 王图两名选手拿到自己的加分 53 52 49 46 现在狮子跟风仔两人的分数非常的接近 狮子跳了一局9 但是冲了三把线 而且拿到自己的王图 这你第一圈悟空 你看 这种卡位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要上去卡 他那个点就是比较好卡 嗯 小玉 你感觉他没有跟狮子和风仔出现什么对抗 但他绕了一个外刀之后踩不上加速带了 他是因为被碰到了 而且他现在的风格其实就是不太喜欢去对抗 对抗完之后可能对于自己的调整也不太有利 对 所以说他更倾向于自己跑自己的 诶 物语 风仔的选择 诶 成绩差的都不多 嗯 小玉的话可能因为比较久没跑了 所以还没有进行多发 起步 前面出来 风仔还不一定哦 这个内道直接去挤 但是 还是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失误情况 咱们挤在一起看弹射 诶 但是 悟空拒手陈射 路线比较好的情况下 是直接突围到了第二名 但 前面这个甩掉要不要上去碰一下呢 诶 这个位置 风仔 散气也放出来了 还有节奏够 小飘 速度还是很快的 小玉玩道直接内道去挤 但狮子也有机可乘 直接来到第二名 但四名声的距离比较近而悟空撞到了后墙 自己速度损失了 那下一个弯道ECU释放过来 他刚才把氮气给断掉了 整个跑跑是变乱了的 对 现在狮子要上去卡吗 要卡 前面要看甲腕的路线 甲腕先转 转完以后再行这个甩尾 顺利通过这个路段 那后面还有进到点也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吗 这个距离好像不好碰了 0.2秒 看风仔的过弯速度 这边直接磕一下风仔的路线 但是车身没有撞歪 自己被小带了一下 只剩这个弹射点了 这里没有碰撞的话 那应该是碰不到风仔了 是的 风仔路线更好一点 那这边请点一下路线 找准的情况下 是可以拿到这一分 恭喜风仔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两个人打平 打平狮子选途 对 好 悟空跟小鱼现在差两分 嗯 这个第一 看情况啊 好像是风仔跟狮子两个在这 对 对 而且还得看之后 他们两个的具体得分是多少 嗯 风仔跟狮子第一的情况下 也都是还有加赛的 对 现在 就是看谁 要看他们第一名 会拿到多少分 然后 再决定是谁跟蛋仔加赛 对吧 反正都跟蛋仔有关系 现在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 还好 现在其实我觉得局面 逐渐明朗起来了 因为如果说按这个局势下去的话 那大概率 是风仔跟狮子两个人第一第二 嗯 第一第二的情况下 悟空肯定没有第二 那没有第二的话 悟空的分数就 就加不了赛了 他写了一个情况 嗯 就是 悟空还要92分 少于92分 低于第二加92分吗 嗯 就少于第二跟少于92分 对吧 那他92分拿不到 肯定没有第二吗 嗯 92拿第二 差不多 可能有机会吧 那你看 那很难 风仔跟狮子63分啊 嗯 我觉得照这样打下去啊 这种小组小组第一得比93分更高 西湖三亮远机之星 小于 小于没拿啊 这种情况下 没有选途权啊 对他不拿就亏了呀 对啊 但他也不好去猜 其他三个选手都很默契啊 其实我选途也没有想到 这应该是RW的共同王族 第七张图 起步 大家都不是很顺利啊 风仔先杀了出来 但这个是悟空王图 看这个断空完之后 风仔的路线反而更好 而且狮子挡在前面 悟空小森一下 看这个断空点陆地 陆地 哎 风仔歪了 哎 被拉近点距离 下一个弯道 那一道卡位一下 把狮子ECU给顶歪了 悟空反超怪 来到第二名 有机会吗 看王图细节了 这张图对悟空来说 再熟悉不过 有个小分 WCW 0.2的差距 前面这个暴力点 是可以尝试拉近的 讲六万 算得有点小漫了 碰到 他太想去碰了 所以导致自己的出来 也有点满 哎 这个位置 碳端失误 这个第一名不好拿了 拿不到了 而且现在这个距离 还要再跟一架物 这个弹跳也太靠内了 而且带到了狮子一点点 但还好没带歪的小玉 这个手跟上来了 对于悟空来说 刚才那一撞 现在是三秒啊 记录又是第一名 但还好风仔 没有出双分 记录是保住了 是这个第一名 第一名的话 风仔是能拿到手的 而且后面都得跳秒 我们得恭喜风仔 狮子九分 悟空七分 小玉这车拿得不亏 但是没有选择 但悟空跟小玉仅差一分 而风仔要比狮子领先两分了 对 75 还有两张图 嗯 哎呦 风在93分以上的话 也没加赛啊 呃 好像是 两种情况嘛 93分以及82分 对 这两个分数是争夺第一档 第二档的 如果说它是在93分以上 就没了 其实这一组不太好加赛 嗯 看这个局势下去的话 应该是难 嗯 现在打到这个点的话 已经不太好加了 而且大家都捅车啊 嗯 前面三个人都捅车 小玉又没有选拂拳 选拂拳是牢牢握在阿达手里的 握在狮子手里的 啊 丶 哇 我真的连的是 难途 我是 都不好选 美洲跟空港都不好选 苏格兰好像也不太好打 就感觉双方的图池可能有点接近了 大家其实支根支底的 就看自己的临场发挥了 狮子在第二圈 其实受到小玉的一个连带会比较多一点 在悟空这是自己的王图啊 这个事物确实少见 跟车出现了判断失误 一个路线歪的就紧接了影响后面的路线 对然后提前进阶的情况下 又在那个弹跳点 去拉的比较近的 我空港 狮子想要把局面给打乱 重新洗牌一下 只能说有机会的 有 但看起步 来吧 看谁能先冲出来 两左两右 反侧 对反侧过来以后 狮子这个位置能飞越过来吗 有个意思 谁出来了悟空 只要不让风仔出来 把他军分往下来 诶前面 悟空歪了 这边风仔出来了 对 刚才说什么 只要 阿斯基的双领跑 这一局如果说 风仔还能拿到个第一的话 那今天的所有加三的可能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这一张图对于风仔来说 也是非常熟悉的 为什么悟空还复位了 这一张图好像 阿丹的两名选手都没有准备好 有点混乱啊 这个选出来 有主要狮子的第一个弯道 球员比较大的失误 所以对于他来说 有点难以逃着 但现在给到了风仔机会 那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拱手让出来了 这仿佛在打2B 在阿大博双方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选出空港 想要来扳回分数 但是没想到 给阿斯基拿到了一个双领跑 这一段路 如果说风仔能稳到底的话 这个小组第一 其实已经半只半只脚踏进去了 对这一局 二级上大分 看一下后半段 这个位置 狮子上来 那一道先卡一下小玉 还有最后的一个劲道点 小玉从离开 淡气之后 自己路线不太好 狮子先来过来 可以过来 只是要挑秒啊 快出落地 风仔不给任何失误 落地多少 1分26秒 27秒00 27 可以 悟空这一局是拿到了9分 那悟空现在是65分 跟小玉还是差1分 对 而风仔的分数是85分 是的 除非 下一局拿个8分 那就在 再散散 如果说拿个8分以上 或者8分以下 选什么图 才能拿8分啊 你按这种程度来选 选男图的话 不好说的呀 我觉得他们跟车都很到位 就算前面出现了很多 令人意外的失误 但后续调整完之后 跟的都很快 起码能跟个9分 对 能跟个8分9分 因为我觉得8分不太可能 今天风仔拿过8分吗 没呢 对啊 那我觉得 这张空港都上完了 苏格兰吗 苏格兰也是汉妄图 老杰 老杰 要上 狮子要上 肯定上老杰 也可以 而且你看看啊 现在 先别管加赛啊 对 就小云跟悟空两个就差一分啊 是的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加分应该是 大加赛应该是没有了 就看小小赛了 对 很好球不好球 8分8分 而且我觉得狮子他想图的话 肯定是 看目前这个分叉 觉得哪张图更有机会 3分的话 他对于狮子而言 他肯定会往难的去选的 对吧 他肯定也想整一下这个第一道 如果说真被他活到了 但主要就是 刚才就是我有说到 每周围空广不太建议选 怎么说 偷虎苏格兰 对于狮子 就是图持太重复了 不太有针对 就是感觉他刚 刚才这一手就应该选老杰 老杰针对 我觉得这一手选老杰也来得及 也可以 这几样图都是双方王图 就不太好打 大家其实说实话 这些图摆在面前 他们哪张图不在场 尤其是这种同车图 在这些联赛的时候 练得太多了 哎呦我再一想 就你刚才的话说出来 我就我越看越觉得 这个8分怎么有可能呢 真的吗 你张图呢 老杰 就男图嘛 嗯 如果说风仔没跟上的话 哎苏格兰场 看起步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张图 只剩一种可能性 就是风仔 如果说这局拿8分 那他就得跟蛋仔加赛了 对 只有8分 来吧 看一下这一局的起步 小玉是拿到孙悟空的 想要来搏一搏这一分数 因为他跟悟空想要争对个第三 起步看一下小玉这边 先跟狮子做一手对抗 对抗的话 孙悟空还是要更生一筹啊 原来是色录地之后 小玉确实能够拿到短暂的优势 对 这边风来被顶了一下 七没满 没有枪心卡满 但是调整得非常的好 对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前面还有两名选手 要去卡位的情况下 只能先跟住 而且悟空反超了小玉了 这一局悟空跟小玉两个人 小玉是必须得把这个第一名拿到手的 但这个位置不太好过 速度有点太快了 连续的弯道对于孙悟空来说 这个速度怎么说 而且后面跟着的是风仔 要小心连带 小心连带 先找好自己的节奏 小心前面对抗 下一个弯道 小玉对狮子发起进攻 落地之后的这个弹射点 能够能够突出出来 太快了 把风仔给让过去了 而且悟空这一局越跑越稳 如果说他能拿到这一局的第一名的话 那小组第三是一定有的 但风仔这边跟车也跟得比较不错 能够拿一个十分 而且现在还要对悟空发起对抗吗 对悟空 而且悟空现在悟空掉下来了 悟空没有给机会这个点 看一下这个甩尾 进入到室内 还在手 风仔的八分 应该是比较难拿了 因为跟车节奏是很好的 而且现在也不会有太多的对抗 他也不会太冒进的 去对悟空发起一些进攻 我觉得得看最后一个甩尾点了 看这个出完ECU能不能时间反超 ECUPU过来很难反超 有点难 但是小玉上来了呀 这里甩吗 快出快出外游 这个劲道狮子还磕了一下 那跟一个十分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在我们的恭喜狮子拿到十一分的同时 恭喜风仔 后面拿到了小组第一 同时小 小 小居家赛 大居家赛 全都没有了 对通通没有 这种可能性就是风仔在苏格兰场拿八分的这种可能性也没有了 对那今天对于风仔来说 整体的分数也拿得非常的好 太高了 应该算是这两天当中最高分了 差不多 这局打完之后是多少 最高分应该是 也还是93 对吧 94 94 也还是94 对 他今天应该是有个95 对 发现了中国大陆赛区的最高单局分数 是 刚才是拿到了10分 嗯 就会感觉得到中间其实三名选手距离是很接近的 对 但大家都不会说太过于冒进的去做一些对抗 因为其实在失误之后可能也会产生一些连带 有点可惜 就是小玉这一局开了曾悟空其实想法很好 但中间那一段都能明显的看得出来 那个车确实不好控 压车那个弹射点太难控了 对 尤其是在对于这种车 你压车完之后弹射就基本上弹不出来 嗯 哇 没想到啊 怎么说 就没想到 其实在 一个加赛都没有 看之前就觉得太乱了 你只能看到中间的时候才再去判断 可能性太多了 因为首先境外赛区的那个可能性其实挺大的 对吧 对 境外赛区应该是已经有两个人在同分的情况下 太整合了 就可能性会比较大 但是由于打完之后又不涉及到分岛 所以两个同分的也不需要竞争和大家赛 就没想到上一局境外赛区的旺 今天表现有点不尽人意 而且这一局确实封在有点太稳 对 95分啊 少个两分就得跟弹者加赛了 只93分这个条件叹似苛刻 但挺好拿到的 因为从近期的比赛来看 大部分都93啊94啊 这样的一个第一名的分数 对 除非你真的就前面几局混战嘛 太激烈了 对 大家均分都不高 但是我发现今天在后两组当中 打的最后一张图都是男图 但越是这样的男图 大家的分车就跟得越好 大家把自己的那根弦绷到了最后 是的 就觉得已经最后一局了 就还是得坚持过去 但同样的对于小玉而言啊 前两天两局第四 大分两分的情况下有点危险了 是 95 93 你看狮子绝赛 正常来讲 这个分数得拿第一的 对 那风仔你看 冲了四把线 一把王图 然后其他全是十分 悟空的话是拿到84分 小玉83分 两个人在最后也仅相差了一分 昨天小玉跟明明 应该也是相差很小的 这两天的比赛是真的挺难打的 那采访准备完毕 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 哈喽各位赛车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杨玉 现在我身边的是刚刚比赛当中获胜的选手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RSE风仔 欢迎风仔 同时也是恭喜风仔 但是昨天的比赛呢 其实咱们是一小分之差 只拿到了小组的第二名 但是今天呢 又紧锣密鼓地遇到了RW的两位劲敌 包括自己的一个队友 那来到正赛之后啊 虽然说只打了两天 有没有感觉到整个比赛的强度上来了呢 感觉到了 如果说这种强度要以某个数据来产品的话 就我们今天在赛前数据之后看到 一组当中四位选手 有三位的一个第一充限率高达44%加 包括今年我们也一直在说 好像这一届的亚洲杯 大家整体的实力是有一个提升的 那你觉得相较于去年的一个亚洲杯之旅来说 有没有感觉到更加的有压力一些 肯定有压力啊 因为感觉今年就是 各个都喜欢上对抗嘛 主要是感觉对抗上有点扛不住了是吧 对 有点扛不住 人比较小的 然后扛不住人家那大个子的 好的好的 那而且我们今天的一个分组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啊 把RSD和RW两位选手混在了一起 你们自己有没有那种像是在打RV的感觉啊 有一点吧 又像好像又没有 那我们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啊 当时宁清他在遇到阿生的时候 他们俩也在一组 然后他比如说遇到阿生的时候 他会下意识地去踩一下刹车 说想要避免一些赛场上的一些对抗 那你们之间会这样吗 之间可能也会这样 因为其实这一组嘛 我跟RW的两位选手的衣服都穿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只有小玉穿的是一个粉色的新人长嘛 所以看到他的话还是会踩刹车的 比较好区分一些 是的 看来这个衣服啊 还是在考究考究下一次 好的啊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们上一轮的一个选手的比赛啊 XY他当时在莫图 然后是那个美洲大峡谷嘛 然后选出了冰破 虽然说我知道其实冰破对于我们来讲在其他的赛道可能会不会一些 但如果说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在最后一张湖然后美洲大峡谷刚好冰破又在的话 那你之后会不会想要也想去尝试一下用这辆车打这张赛道呢 我的话应该不会去尝试吧 我觉得就是我们直接赛场上我觉得冰破的练度会比天然星少很多很多 而且我们玩天然星跟冰破的感觉都差不多 而且天然星就是起步会比冰破快一点 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下这辆车整体的一个动力 然后包括其实练度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好的感谢风仔来接受我的采访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用这个三星S23 Ultra一起来记录一下比赛的胜利 好的感谢风仔来接受我的采访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姐说席 感谢风仔来接受我的采访